唤起一个佛友的初始心 不是太容易的 刚刚唤醒的时候 人还是朦朦叨叨 找不到方向 因为初始心是埋藏在心底的东西 刚刚挖出来的时候 不一定很清楚 因为太多的轮回 使我们在累世的轮回中 迷失了自我 和迷失了方向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 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在人间彩色名利的诱惑下 一世世的轮回 累积了很多业障 师父还说 冤亲债主 今世都会来搞你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道 各位师兄好 我来分享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冬至这几天 我身上一直不舒服 颈椎 后背 腿 头 总是晕晕的 老想睡觉 尤其是昨天 梦考不过 没空念 礼佛大忏悔文 难受到了极点 连小房子也念不动了 昨天晚上 念完礼佛大忏悔文后 好了很多 又念了一张小房子后 实在撑不住 早早就睡了 梦里被药精者追 还有孩子 今天早上 给自己的药精者 和打胎孩子 分别烧了小房子 还烧了一张自修 往生咒 给打胎孩子烧的时候 就只想哭 烧完后 身上马上就舒服了 今天念小房子 速度极快 真的感恩菩萨妈妈 和恩师台长 把这么好的法门 带给我们 心灵法门太灵了 有求必应 立竿见影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尽早去单位上班 路上走进一家早餐店 两个素包子 一碗豆腐脑 掏钱的时候傻眼了 包里没带钱 当时迷糊了 但服务员热情地说 没关系 下次带来钱就行 而我也一再说对不起 下次一起给钱 心里想 这事可老丢人了 没办法 只好埋头快快用餐 恨不得飞出店 就在这时 服务员冲着我说 女士 你的早餐 刚有人给你付钱了 我说 谁呀 服务员说 刚刚买早餐那人 是不是你认识呀 我说 我不认识呀 当时的我 心里无比感动 感恩天底下 好人多呀 是啊 人行善 天地又知 我要多多行善 把别人给予我的爱 传递下去 让爱心充满人间 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 让我在人间 每天都有行善的机会 我愿意用我的毕生经历 上求佛道 下话众生 敢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忍不住和大家分享一件法喜的事情 梁师兄已失业好几个月 一直能希望找到一份工作稳定 方便在家修行的工作 最近刚好在家附近 有一国营单位招聘 梁师兄条件优秀 能胜任此工作 而且面试竞争对手不多 虽然比试和面试成绩优秀 却被通知不入围 18日大放生时 经师兄指点 深知缘分和福德不够 而且太自私 每次求菩萨 只求自己的事情 回家后调整心态 19日上早相识 重新发愿 求观世音菩萨保佑 能找到一份为人民服务的工作 果然奇迹发生了 20日收到单位通知 新增加一个岗位 按面试成绩排名 梁师兄被录取了 太法喜了 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 只要所求之事为众生 菩萨就慈悲成全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恩师卢台长 分享一件神奇的小事 今早上我的手机 莫名其妙变成听筒模式 微信里声音听不出 要用耳机 但很不方便 而且接电话信号很差 杂音很多 我也搞不懂 自己苹果手机用了几年 从未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上搜了解决方法 但并不管用 实在不行 我打算有空时 要去专卖店弄了 后来我打开电脑 上微信网页版 整个上午 基本都在宁经度人中度过 中午匆匆吃了点饭 吃饭时候 也回复了同修的问题 并在微官网 搜索同修药的答案 然后再打印同修药的 网声咒自修经文 等这些差不多做好时 已经到了下午一点多 就在这时 我突然发觉 我的手机竟然自动好了 不再是听筒模式 居然有声音放出来了 而早上都是不好 回想整个上午 都在法喜之中度过 度人 念经 日子是那么的充实 菩萨妈妈太慈悲了 这点小事情也放在心上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 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在今年的六月三号 早上七点多钟 天上下着雨 在南京有一条马路上 一名中年男子 神情焦虑地 在马路中央 不停地挥动双手 指挥着来往的车辆 在男子身后十多米 有一名红衣女子 蹲在地上 旁边还有一名 骑摩托车的男子 摔伤在路上 不能动 当时中年男子 开车带着妻子 就是这个红衣女子 准备去离婚 入狱这起摩托车 摔下来的事件之后 为了避免倒地的男子 被后面的车辆撞上 发生第二次事故 这位男子热心地 当起了交通员 正当他这一个暖心的举手 原本要跟他离婚的妻子 感动地撤回了离婚的意愿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这个妻子说 万一是一个碰瓷的 可就麻烦了 你们知道什么叫碰瓷的吗 你们都知道 就是假装摔倒 你去一扶他 你把我摔倒的 赔钱 就这样 明白了吗 据中年男子的妻子 最后讲 妻子本来想让警察负责 自己赶紧就把离婚的事情办了 但是丈夫说 下雨入滑 而且在弯道处 如果他不下去救助伤员 可能会导致第二次事故的发生 丈夫毅然坚持下车去救度伤员 妻子被他感动 一起下车帮忙 等民警和急救车处理完 现场之后 中年男子喊着妻子说 上车吧 准备继续去办 离婚手续的时候 妻子说 看你今天的行为 表现也不错 还蛮善良的 算了 我们回家吧 我跟你们讲过 一善皆百哉 学佛人要明白 我们生命短暂 要懂得 广皆善缘 对自己的心里的 不善良的东西 要看透它 那就是佛法界讲的 叫观心无常 一个人的心 天天在变 要常常看到自己的心 不稳定 要了悟它 世界上的一切 实际上都是由我们的心 在转变 你的心 可以让一切 都在转变 学佛人要明白 今天的幸福 转眼间 可能成为 明天的痛苦 当有一天醒来 自己已不知 生在何方 遇到挫折和失败 其实是自己设下的陷阱 当自己执着的不回头 一头栽进去 还要一厢情愿 品尝着悲伤的滋味 并慢慢让自己的心 转化为自身消极的 不能量来自残自己 天天要报复 每一天承受烦恼和痛苦 加受了 加深了心中的伤痕 学会大忏悔 心里常愧疚 才能将自己 受绑的心灵来解脱 坦荡的人生 要唾弃人间 腐败灵魂的诱惑 懂因果知伯离 那才是真正的 对得起自己的本性 感菩萨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 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烧香磕头 求不得 行善积德 方可得 人间福报 有生灭 见性功德 俱般若 看破无常 莫知福 普度有缘 菩提路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 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 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 再次相会 接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